散步過馬路 直到與路人擦身過後 富人雙腿突然快速跑起來 一口氣衝到對上去 時不時還左顧右盼 就像在躲避什麼人 沒想到短短29分鐘 富人竟無失自通 偷走整輛客運 一路開開開 從北市新衣松山路 飆車飆到台北市南港 汽車漏跑 小占富人 竊車狂開1.9公里 車程21分鐘 但最離譜的是 整整一個小時 客運公司竟無人知曉 這是一個傳說嗎 沒有這麼離譜的 怎麼這麼扯呢 竟然都沒有人去注意 或許風室之間也比較冷漠一點 客運總站前 摸不到半小時 就開走超巨瘦牌車 不知民眾驚呆 乘客也嚇瘋了 直呼難道是車神附體嗎 這次偷開客運 下次會不會大闖軍營 配走軍卡 該不會給他自選一個小時 就連飛機也會開吧 回到站上之後 駕駛員 疏忽沒有把鑰匙拔出 菜車應該是他 太靠近路原始 車子開不過去 就汽車就離開了 車內物品沒被偷 只是想過把開客運的感應嗎 他疑似在現場觀察很久 還刻意混入司機群中閒聊 企圖打消戒心 他在犯案之前 有跟我們駕駛員夜宴 部分駕駛員有看到他 非常抱歉 造成社會大眾的驚慌 警方已經依照 沿路監視器畫面 鎖定證明偷客運女竊賊 將全力追棄到案 只是客運哪有這麼好開走 又不是玩具車 按鈕一按就啟動 就連一般駕駛都不會開 他到底怎麼飆盡兩公里的 而他竊車開車 又丟車 詭異舉動到底又是哪招 就連警察都想問 謝謝姚一翔 彩山 彩虹報導